如果細節的部分請各位參考我放在雲端上面的講義 如果說你要查延伸的樂透彩的歷史 這邊第一個就是了 我剛剛點擊進去我發現它還整理的蠻詳細的 2002一直到2008 那每一年度你點進去它都有 不過好像2008到這邊為止就沒有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它就沒有繼續再辦 那2007這麼多 所以你只要把這些資料怎麼樣 把它放到Essail裡面 抓你要的有沒有它一樣會有後面六個加一個特別號 齁啊其處它這邊有啦 所以就這個你可以統計 把所有東西放在一起來統計一下 你就可以知道歷年哪一個號碼出現機率最高 我剛剛google了一下好像有什麼樂透彩有什麼作弊啊 是不是有什麼弊端還是怎麼樣 因為後面是不是有我不太清楚啊 其實後來停辦原因是不是有可能跟這有關係啊 如果 那還有所謂的大福彩 什麼大樂透 那 後面還有什麼威力彩 四星彩 金彩 還有香港的 所以這邊有這麼多啦 如果你有時間喔 想要練習就是我們剛剛count那個相關的函數的話 可以用一下 反正這個用久了人家就熟悉了 以後的話大概就知道說 喔原來要算機率 其實用這個方法還蠻容易的 那關鍵就是配合那個F3啦 那個名稱喔 其實名稱真的非常重要 因為很多地方喔 我都把它先定義好 按F3 就抓抓抓抓 就很快就完成我的工作了 還蠻 感覺會比較 用起來會比較愜意一些些 你不需要還要再找來找去 而且如果你工作表一大堆 你不知道知道放哪裡喔 所以用F3配合名稱定義喔 我覺得有其必要性 那另外還有一題啦 請各位稍微看一下數學函數裡面 這邊這個題目喔 也是同學問我的問題 那我覺得他的題目還蠻不錯的 因為這個同學他每天都要去查 到底這些名單裡面 有沒有在黑名單 這個黑名單 這個黑名單裡面喔 總比數呢 其實ctrl 向下 有他只有給我兩萬多比 但實際上喔 他不只兩萬多 他好像說這個資料總共有幾十萬比 所以第一個是他要查的 第二個是在黑名單 第三個是有沒有在黑名單裡面出現 有的話呢就列出來 OK 那他以前光這件事情 他就花很多時間 當然你最笨的方法就是什麼 把這個ctrl C 然後呢在這邊什麼 ctrl F 有沒有ctrl F就是什麼 尋找 找到之後呢 再把它鎖動複製過去 他大概能想到就是這樣子 可是實際上喔 有更簡單的方法 什麼方法呢 其實就利用喔 那個剛剛convf就可以 而且很快就做出來了 大概只要幾秒鐘 問題就解決了 怎麼做呢 那麼一一樣 請你把這個名稱定義一下 我們把什麼呢 就是黑名單喔 把它定義成名稱叫ctrl向上 把這個黑名單有沒有 把它就定義成叫黑名單 那所以喔 我把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向下就是 ctrl是方向 shift就是選取喔 向下就方向 把它整個選起來喔 或者你可以 所以我是建議啦 你記一下快速鍵 ctrl shift向下 它就把它整個向下 全部幫我把它複製起來 把它選取起來 那選取完之後喔 這個範圍又選起來了 名稱叫什麼 叫黑名單好了 enter一下 ok 以後這個就叫黑名單 那再來的話 我要查的話 其實很簡單嘛 你就在B欄的地方 那其實什麼叫做 如果是黑名單 就是在黑名單裡面 出現的次數大於1嘛 啊沒有就是0嘛 啊用0跟1來判斷就好了 所以喔 如果你要找到底 這個東西有沒有在黑名單裡面 怎麼做 插入函數嘛 最近使用過的 count if 然後range f3 找什麼 找黑名單 找什麼東西呢 找這個東西 a1 次數一次 有沒有按確定 這個時候呢 有 欸找到了對不對 啊底下怎麼做 點它兩下 或者向下填滿都可以 不過你會發現喔 點兩下之後 它會大概 卡一下下 為什麼 因為它每一個 每一個都要比 比完了之後 欸告訴你結果 那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它的結果了 那這個查詢結果的話 那你要把它複製喔 所以也許你這邊 可以再加一個藍位名稱 這個叫結果 OK 那當然我要把它複製到這邊的話 因為我要產生一個報表 就是這些是黑名單 要回報嘛 所以呢 那我怎麼把它 摳過去比較快 其實你可以再運用一個簡單的功能 資料裡面有個叫篩選 這個篩選什麼意思呢 幫你把 因為我要的是黑名單 因為我要的是黑名單 它是黑名單 那是E嘛對不對 所以把E的東西留下來 把0的去掉了 把0的去掉了 OK就留下來了 那實際上喔 那最後的黑名單就這一堆啦 那當然你E部分不用call嘛 那當然你E部分不用call嘛 你就是把什麼 E的這一段 把它怎麼樣 Ctrl C 對 然後呢 在結果的地方怎樣 Ctrl V 好 這樣子 結果就完成了 OK 所以 當然 會不會善用那個函數 跟名稱定義 我覺得非常重要 你看 事情很快做完嘛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這一招的話 恐怕你要解決這個問題 還真是麻煩啦 也就以後呢 兩個清單的比對 反正不一定是比黑名單啦 常常你應該會遇到 這個東西有沒有在這個裡面出現 我不知道 那怎麼辦 你要去兩個範圍比對的話 其實用這個方法是最快 關鍵就是第一個 把這個名稱先定義好 第二個 在這邊 加上一個這個 抗這一幅 在黑名單裡面 找找看 再配合篩選功能 把它複製過去 結果就完成了 OK 其實還蠻輕鬆愜意的 沒有幾秒鐘事情就搞定了 OK 那應該比想像中還簡單嘛 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我們需要做的就是 把那個最後的篩選結果 你把它貼過去 你這件事情 就結束了 那不用記太多嘛 反正主要就是 定義名稱 加 conif 再加一個篩選 三個東西 可以做出很多事情來 只要是你是 兩個範圍或多個範圍的 比對啦 其實都適用 那如果你是多條件啊 多欄位 也許你就可以改用那像 conif加s conifs 試試看